用户参数设定 打开Ruin App 点击用户参数 进入用户参数配置页面 可对云台跟随参数及跟随模式进行设置 点击跟随模式列表 在下拉列表中 可选择不同的跟随模式 选择全跟随模式 云台平移轴和复仰轴将开启跟随 选择平移跟随 进云台的平移轴开启跟随 选择FPV 云台的平移轴、复仰轴及横滚轴将开启跟随 选择自定义 可通过点击左侧云台图片中 各轴电机 自定义开启、关闭各轴的跟随 选择3DRAW360 云台将进入至3DRAW360模式 云台将自动进入手电筒模式 该模式可实现 云台在任意方向上实现360度旋转 同时 还可对云台跟随速度 此区值进行设置 速度决定云台跟随速度的快慢 此区值对应角度值 决定云台响应跟随动作时 设置角度内的动作将被忽略 点击手动调节 可用于开启云台平移轴 和复仰轴的手动调节 该功能可用于手动调节云台的位置 点击摇杆设置 可对云台摇杆和虚拟摇杆的响应 进行设置 可对云台三轴的通道映射 以及正反方向控制进行设置 点击控制 可对云台三轴的死区 最大速度 平滑度 极限位进行设置 感谢您的观看